又有新的選秀節目囉 導師Ella 周湯豪 昆達等人 13日出席首錄記者會 說到節目因疫情延宕的這一年 Ella差點就要升第二胎了 鼓勵他啊 就加油啊 然後幫他走後門這樣 他超壞的 讓他就直接出到不用數水文是水文 幫他資源都給你好不好 跟大家有分享還是計畫嗎 你自己看 你這樣製作人就很討厭 還是先從那個十幾年前好朋友問 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就是說 的確是有那種超級久 10幾年沒有任務而打給我 認識的嗎 還是 是個笑容 翹翹翹翹 那就是藝人的啦 那你有跟他聊到 我有生小孩的計畫嗎 斜槓記者成功的製作人 除了到處挖坑 還直接大爆SHE的料 然後DD-52就死不來了 然後SHE就死不來了 然後 又董了一個別 他真的很 沒有 真的還滿很適合 對他比一些手指頭的 對不對 愛心啦那種 我們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去設定什麼啦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水源的 對啊 因為本來現在千階段 我們三個人本來有各自的規劃 但是 他今天談戀愛怎麼樣 就好 最像可以講大 很快樂 對相我不能再多說了 就是你們看到的那樣 你見過了嗎 那是必須 我怎麼可以沒有見過 比你們晚見過 年齡不是重點啦 而且對象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又再度的戀愛了 多好還不幸福啊 你很想再結婚嗎 你說他啊 你不知道也學院了 會在辦婚裡面 我們已經抱過一次了 整個口腩噴出了 我不知道啦 不要問這些問題 你們下次問他啦 已經太期待 Selina出來的那天了 Selina